各位你看我們在新制圖裡面這邊我有提到 有三種影像區培的工具 請問各位的office 你們用的是微軟的對不對 有沒有你們電腦都有裝微軟的 請問 你有付錢嗎 在學校暫時還不用付錢 出去換面工作就要付錢 那怎麼辦 如果你不用微軟的行不行 也可以還有其他的選擇 但是呢如果你已經有微軟的 那最方便因為你本身 如果你的office是2010以後的版本 你們現在應該都是2010以後的版本吧 對吧 所以他內建就有一個叫做 移除背景的功能 有用過嗎 有 那基本的簡單可以用那個用 你可以用那個用其實效果也還不錯 效果還不錯 如果呢你沒有 跟我要沒有 沒關係 Win10之後 各位有沒有小畫家 Win10 小畫家要不要變3D了 但是請不要 看到小畫家就轉頭過去了 就 連看他一眼都不看 只是變3D而已 沒有 他把影像區培的功能就藏在裡面 所以3D小畫家也有跟各位office一樣的 去除背景的功能 這樣了解嗎 你也可以用他做 那這兩個呢都有那個教學的文件 我都幫你找好 來看一下 我們 Win10的這個教材裡面就有這三個 有三篇文章 應該說兩篇文章 一篇那個教學影片 有沒有看到 所以 都是電腦網路的 好多電腦網路它裡面剛好都有提到 所以我就先借用他的文章 這個部分 其實3D小畫家還蠻好玩的 只是你們 如果 沒有 興趣的話 大家會覺得 小畫家有什麼好玩的 看到他見面就再見了 就馬上關掉 但是其實可以玩滿多的 尤其又可以跟3D鏈搭在一起 好那我們現在呢 各位 我們再給各位的軟體面 有沒有一個 相片大師 免費版 有喔 你有沒有裝起來試看看 那也比較抱歉一點 訓練的軟體他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MAC版 都沒有MAC版 所以如果是MAC的 就比較 難過一點 這樣OK嗎 好 所以等一下呢我就以 這個 為主 那 3D小畫家我先講一點點 我講一點體驗一下看看 3D小畫家他的去背 請教 好 現在你看到這樣有沒有 3D小畫家的畫面就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想要開檔案 你就直接 把你要去背的檔案把它抓進來 這邊找一隻狗狗的 我把它 存下來 好 存起來了 那我在我的 這裡打開 在這邊把它打開 OK 那麼 你要 做的時候呢 上面就有一個 你看到這邊 有沒有叫魔術選曲 就是這個 各位其實如果你有用過 Office裡面的功能就很像 你看右上角他要告訴你 先把它放到你要的範圍 對不對 然後在你要的地方把它塗一下而已 所以 我先把他的範圍先抓起來 好 下一步 有沒有發現他已經自動先幫我把身體抓得差不多了 那 腳 沒有弄好 所以呢你看 他就說 你在你要的裡面 畫一下就好了 不要太認真喔 用這種軟體 現在就是不要太認真 但是要在畫的那個裡面 你要的那個裡面畫 或者不要的那邊 所以我在這邊 就來這裡 用這個筆 如果是筆 我就在這裡畫一下 這樣有沒有很不認真 很不專業的 我就畫一下 這樣有沒有了解 他就弄好 萬一弄錯了就按移除而已 所以按這樣完成 但是呢 剛剛有一個動作我忘記了 因為他預設 你看喔 剛剛有 一個地方我不應該 勾起來 因為他預設有勾 因為他有勾自動填滿背景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自動填滿背景 我覺得他說區別的還自動填滿背景 那不是 那不是白做了嗎 所以這樣要關掉 嘿 來 再畫一下 再畫一下 沒有畫好 還不夠 就再畫一下 記得都在你要的地方 而已喔 完成 這樣就具備好了 具備好之後呢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從 功能表這邊 把它存出去喔 我把它另存清擋 你看 我在存的時候 是要變成引降 好 一樣的 你會發現 現在走到哪裡 都是 是 PNG 有沒有 喔 這裡 有沒有這裡就有 PNG的選項 PNG的選項 所以你選了PNG 透明度 就可以勾起來 在這邊 透明度勾起來 為什麼這個 還有背景 看一下 應該正常的話 這邊出去 它一樣會是那個 網格狀的 一樣是網格狀的 等一下我再確認一下 它有一個背景 不需要 不需要 不見了 好吧 沒關係 大概你知道那個 概念是這樣 其實使用方式跟各位用的 Office 是一樣的